今天给大家评测一款长度接近60厘米的机械暴虐龙 它的其中一半是原生恐龙的造型 而另一半则是机甲造型 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它巨大的尺寸 那大家知道一般科技组旗舰超跑的长度也就在60厘米左右 而这款暴虐龙的长度也几乎达到了这个级别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巨大 那另外呢这款暴虐龙全身多处关节可动 零件方面呢则是采用了全高砖零件 不仅如此它的电镀件应该还专门做了置具 让零件的其中一部分不参与电镀 非常有效的避免了电镀厚度影响零件拼搭手感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乐高以及国产积木中遇到这样的零件电镀工艺 当我们看到这些零件的时候呢 真的有一种还没有开始拼搭就给了一个王炸的感觉 所以这款来自国产佳琪积木原创设计的机械暴虐龙的表现到底怎样呢 那我们开始听到 我们开始听到材料的幕上 我们开始听到材料的机械吧 látter 我们开始听到材料的 Berry 好了那么经过大概六七个小时的拼搭 这款机械暴虐龙就完成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 首先从整体的外观比例来看 这款机械暴虐龙大概应该是以霸王龙为原型进行的创作 它的其中一面通过积木零件搭建出了灰黑色的条纹 模拟出了霸王龙的外观特征 在整个造型方面呈现了低头吼叫的进攻姿态 那另外一面呢则是机甲恐龙的造型 通过齿轮电镀键软管零件仿叶压杆的外观零件 让整个这一侧的外观面呈现出了比较强的机械质感 那整个恐龙和底座之间采用三点连接 分别是左右腿以及左手臂 在底座上还设计了一个白色的骨骼造型元素 配合底座上的名牌 让整个恐龙模型的感觉增添了不少震宅的细细 在细节方面除了恐龙表面的条纹纹理 那另外也包括血喷大口里的舌头和牙齿 背上的毛毛 四肢端部的利爪 以及一些灵甲元素都做了非常合适的搭建 所以我们的感觉呢 从外观方面来说 除非是不喜欢恐龙这个题材 否则在恐龙这个赛道里 这款积木即便算不上是国产积木的天花板 但至少也可以算得上是恐龙题材的天花板 在功能方面 这种静态版的模型呢 主要体现在它的可动性层面 这款机械暴虐龙全身的可动关节非常的多 在恐龙已经和底盘完成三点连接的情况下 头部可以转动 下颌可以调整张开角度 舌头呢则是有两个可动关节 可以调整出不同的造型 右手臂不包括手指有三个可动关节 尾巴模块呢有两个可动关节 可以调整摆动的姿态 那所有的爪子也是可动的 以及背上的毛帽也是可以灵活的调整竖起的角度 另外在恐龙已经和底盘完成三点连接的情况下 还可以通过对恐龙左腿关节的调整 让最终的恐龙呈现不同的抚养角度姿态 那如果不考虑和底盘的连接的话 恐龙的右腿同样也是可以进行角度的调整的 设计师在这里设计了一个模拟液压杆的机械结构 这个结构运行起来虽然并不是特别的顺滑 但是也正是因为它的运行阻力比较大 因此可以在底盘上为整个恐龙主体 起到一个主要的受力支撑的作用 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成品来看 这款佳琪的机械暴虐龙虽然并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但是客观的说它仍然存在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款机械暴虐龙在模块设计方面做得非常清晰 在各个模块本身的拼搭方面 也基本不会遇到任何的问题 但是在最终的成品和底盘的总装环节 才是这款机械暴虐龙整个拼搭过程难度的开始 这个难度的表现在于 你想把这个拼好的恐龙成品往底座上固定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它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你需要在固定的时候去调节左右腿 以及左手臂的准确角度 以便于让左右腿底部的十字轴可以顺利的插入到底部上对应的位置 然而因为整个恐龙本身重量比较重 加上这款机械也主要以砖块类零件为主 所以在调整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部分表面零件脱落的问题 不过也并非没有解决办法 我们可以先把左右腿模块底部的这两个球形连接键以及十字轴模块 整个拆下来 然后在这两个十字轴上各套一个半轴套 接下来把这个修改后的模块先安装到底座上 然后呢适当调整左右腿的姿态 对准这个球形连接键 然后扣上去 这种拼搭方法可以显著的降低腿部姿态的调整难度 否则腿部姿态就务必调整到十字轴垂直的方向 如果不垂直的话 在插入后则可能发生零件脱落的问题 那另外如果想要加强整个拼插后的成平稳固性呢 可以考虑把底座上固定左右腿的这两个零件 以及名牌后面的透明零件进行一下点胶加固 这方面相对于大部分砖块类的积木来说 它并不算槽点 因为客观地说 大部分砖块类的积木 它总有那么几个比较容易松动的地方 最终固定好的成品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通过对左腿关节的调整 去调整整个恐龙的养腹姿态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总结下来 这款加强积木的机械暴虐龙 在产品化方面的成熟度非常的高 尤其是通过多个关节 可以灵活地去调整整个恐龙的姿态 同时还能保持和底座之间的固定关系 左边原生右边机甲的设计方案 不但可以方便玩家在最终成品陈列的时候 多一种选择 同时也为最终的这个模型 增添了一些赛博朋克的风格 全高砖零件的选用 完全不影响拼插手感的 电镀件的工艺设计 也可以看出厂家对这款产品的用心态度 不过在最终成品与底座的固定方面 不管是因为拼插步骤的优化不足 还是因为本身太多可动关节的设计使然 总之在这个方面 需要玩家付出更多的耐心啦 最后来看一下包装 首题是彩盒 配合彩盒上特殊的纹理细节 整体呈现出来的包装质感 还是非常不错的 彩盒上没有标注零件数 一共是有六个大步骤分包 拼搭手册的图示比例 大小合适 只是清晰 不过除了本身的步骤图示以外 并没有更多的其他介绍 贴纸方面 只有一张用于展示名牌的贴纸 那其他所有有图案的地方 全是印刷件 好了 那么本期询测到这里就结束啦 最近的更新频率大家还满意吗 如果满意的话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逗逗支持转发分享哦 下期见 拜拜 拜拜